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小红点之大世界旅游团的团友们 你们准备好要去微笑之国一日游了吗 高导游 你说的微笑之国 是不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泰国 当然 果然是有做功课的 芒果 糯米 饭 青咖喱 听了都要流口水了 美食是一定有的 但是我高导游安排的这个行程 可不是一般般的 今天我为尊贵的两位团员 安排了贵族般的体验 要让你们充分地了解到泰国的传统文化 就仿佛到泰国旅游一趟 尊贵的体验 好期待 时间宝贵 我们马上出发 出发 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大熔炉 这个美丽的小岛国 汇集了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的文化色彩 各地风情兼具 蕴含着许多丰富美妙的内涵 等待我们去探索 来 尊贵的团友们 今天我们的第一站 就要让你们见识到泰国的国粹之一 国粹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国家 过有文化当中的精华 精华 是不是很厉害的东西 当然 当然 我高岛游为你们介绍的行程 一定是最厉害最好的 等一下 你们将体验的就是于体育界最高荣誉 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项目 奥林匹克运动 你跟着我走就知道了 泰拳在泰语中称为Muay Thai 是一门民族格斗技艺 以力量和敏捷为主的运动 那我们今天会学泰拳吗 对了 你答对了 泰拳其实是泰国独有之瑰宝 那你们今天尊贵的旅游体验 当然少不了这个尊贵的运动 很厉害 当然 因为泰拳是原主于泰国的民族权术 也扬名四海 所以他在2016年的时候 成为奥林匹克的正式项目 那会不会很难 不会 我会教你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FORWAMJAP 确认你把你的肩膀扭起来 这个是你的 JAP 同学会是你的 JAP CLORE JAP CLORE 马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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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马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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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拳的特点是 可以在极短的距离之内 灵活运用人体各个部位 发力时流畅顺达 力量展现极为充沛 攻击力猛锐 所以也叫八臂拳术 好 欣骗 我为你加油 加油 帝香 对 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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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我很累 你该不会想回家吧 当然不想 高导游已经规划了这么丰富的行程了 怎么可能想回家呢 是 不要回家 我跟你说 下一站 我们要去享受贵族班的体验 你们想不想当泰国王相 我终于可以做公主 我终于可以做王子了 太好了 我终于成功了 我终于成功了 我还没有说话 走了 走了 传统的泰国皇室甜点种类繁多 而且对今日的泰国民生和文化影响深远 高导游 我们是不是来这边做王子和公主 其实我刚刚话还没有说完 我是说要让你们品尝传统的皇室甜点 而且这些甜点不只是非常好看 也非常好吃 你们要不要品尝一下 要 走 走 走 早安 好 老师 那这是真花吗 不是 那个泰国甜品 叫Sampani 以前老公去打仗的时候 老婆就会做这个 那这个甜点其实是可以收很长的时间 对 每一次吃的时候就会想到老婆在家里等他 要做Sampani吗 要 要吗 好 然后我们再一起做 Sampani的做法简单 把加了糖的椰奶和木薯粉混合 加入少许食用颜料 之后 揉捏成一个面团 再把面团放入容器定型 花瓣的形状就出来了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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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点缀的部分 让它看起来这么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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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两位都做好了这个Sampani 所以我有问题要问你们 其实你们知不知道 Sampani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关于 爱 一个说花 一个说爱 是不是 正确的答案 其实Sampani就代表亲爱的 所以等一下你们就可以把这个Sampani 给你们亲爱的人知道 好吗 好 我会给我爸爸和妈妈 对不起呢 我也会给我爸爸妈妈 好漂亮 再见 这是糖果吗 不是 这个是水果 是水果吗 不是 那个不是水果 那个还有一个我们开国甜品的 叫什么 那个我们叫陆醋 陆醋 对 陆醋 陆醋 等一下来进行挑战 看谁做得比较好 好吗 我觉得我做成吧 比较容易 陆醋 色彩鲜艳 造型别致 简直就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它主要的原料是绿豆 再配以白糖 椰奶和食用色素制成 真的很容易的 这个我们要做那个 山竹的叶子 对 所以是绿色的 好 你要按下去 因为它是硬碟 对吗 硬碟 对 等一下你安好了 你要做那个茬茬的美美 好 所以我们要做那个茬茬的 所以它是茬茬的 是 所以就会亮亮的 然后你吃了之后 其实也吃得到那个茬茬的味道 好 我们的挑战完毕了 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在我旁边 也要来看一看两位做的这个肉厨 到底谁做得比较好 他们两个做得很好 都很好 好 这是女生新品的 对 那个 你做茬茬的时候很美 嗯 好 但是那个颜色的茬茬 还不干 好 你要等它干一下 变成 永俊的 对 做很多 嗯 做很多 很快 很快 然后你要等干一次 嗯 看吗 那个颜色有出来 嗯 哇 三 二 一 好 你笑 谢谢 谢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老师 因为它做那个 那个 芽茬茬 山竹 嗯 好吃吗 我舍不得 甜吗 嗯 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是你个手工的 我觉得我刚刚吃的是满满的爱心 因为两个人都很用心地在做这个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很爱吃绿豆糕的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甜点是非常好吃的 太棒了 太棒了 勇俊有你最喜欢的芒果糯米饭 太棒了 我最爱 我最爱 这是萝卜丝吗 这个其实不是萝卜丝 这个其实是蜜香蛋黄丝 赏心悦目的芒果糯米饭 是泰国经典的甜品 蜜香蛋黄丝则是阿鱼陀椰时代 由葡萄牙人马利古伊玛带入泰国宫廷 而流传至今的甜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两位尊贵的团友 享受了这个泰国尊贵的宫廷甜点 你们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好吃 不过还没有吃正餐 不要担心 现在马上给你补上 走 走 快 想吃什么 我想吃黄鱼 我想吃托米亚 小红点汁大世界的团友们 在 高导游 你是不是要带我们去享受美食 期待吧 告诉你们 等一下就带你们去尝一尝 这个非常正宗 而且一定会让你流口水的泰国美食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挑战 还有挑战 这个挑战非常简单 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尊贵的团友们 这边请 走 泰国料理是泰国文化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 也反映了泰国文化的底蕴 泰国人喜欢吃味浓色香的菜肴 因此料理也以酸 辣 甜 苦和咸味为主 说到这个泰国美食 你们会想到哪一个料理呢 汤汤 黄鱼饭 那我会想到的是这个清咖喱 今天你们两个都戴上手套了 对不对 就代表说我们要有下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其实非常地简单 你看到在你面前有很多不同的食材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了三道不同的菜肴 等一下你们只有三十秒的时间 来选出各个菜肴当中需要的食材 来 三二一 烹煮泰国名菜冬盐汤所需的食材有哪些呢 两位团友可否正确挑出所有的食材呢 时间到 看起来 两位团友挑选食材的功力有待进步 除了洋葱和香茅 烹煮冬盐汤可少不了青宁和蓝浆 黄鲤炒饭 好 三十秒的时间 黄鲤炒饭 肯定有 肯定有 这个有吗 有 两个 这个什么 这个是什么 黄鲤有这个 哪有 这是什么 这个是 我不对跟你们说 是什么食材都搞不清楚 看来两位团友挑选食材的挑战 肯定过不了关了 烹煮黄鲤炒饭 除了新鲜的黄鲤 要用黄姜粉提味 吃起来酸甜可口 青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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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 两位团友的答案正确吗 好 时间 灯煮绿咖喱 用水茄 泰国绿圆茄 和柠檬草叶 使汤底的味道辣中带酸 好了 除了挑战不成功 两位团友还是可以享用大餐 尊贵的新品 尊贵的勇具 我们上菜了 高导友 我想问为什么有东阳汤 让我高导友来为你解释一下 其实据说在十八时期王朝时代 有这位公主她生病了 她没有胃口 然后这个郑姓王就吩咐 御厨为她准备一道开胃汤 结果公主喝了这个开胃汤之后 病完全就好了 所以之后这个东阳汤就成为她们的果汤了 原来是为公主做的 我也要喝几口 很好喝 香香辣辣酸酸甜甜的 让我很有胃口 你以为你是公主 来用风扇催我 勇俊 你也来尝试一下 怎么样 用风扇催我 你慢慢走 有点辣 是不是 没关系 我告诉你 我们尝试下一道菜好不好 下一道就是这个黄梨炒饭 很好吃 那黄梨炒饭的由来呢 等一下 让我猜一猜 是不是因为泰国有很多很多黄梨 你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其实因为泰国是三面环海的 所以盛产这个水果 也因为有这个水果的优势 所以才促成了这个黄梨炒饭这道料理 黄梨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高岛油 为什么泰国有青咖喱呢 让我告诉你吧 其实这个青咖喱是在拉玛王朝六世统治的时候 而发明出来的 其实之后这道菜肴就普及化 然后迅速地蔓延到泰国 甚至是世界各地去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喝这个青咖喱的 今天的午餐好丰盛 谢谢高导游 不客气 谢谢 那 导游 为什么泰国人他们说哈啰的时候 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双手合十 是不是 其实在泰国佛教是他们代代相承的传统宗教 那也因为受到这个佛教文化的影响 所以一般泰国人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不握手 而是会像你刚刚说的双手合十 然后也会呼道一声 那泰国人都信佛吗 其实在泰国那边大多数人都是信佛的 所以如果到泰国那里 到处都可以签到这个佛教寺庙了 那我们今天会去参观泰国的寺庙吗 当然 马上出发 出发 建于1920年代的Wat Ananda Medyarama 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泰国佛教寺庙之一 也是泰国之外 第一所得到泰国王室支持而建立的寺庙 来 尊贵的新品 尊贵的勇俊 在我们身后就有这个古老的泰国佛教寺庙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金色雕花的屋底 而且里面也有高耸佛塔 高导游 他们是不是很喜欢金色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泰国人是非常喜欢金色的 因为他们觉得金色就代表着这个富贵以及荣誉 但是其实泰国人也喜欢鲜艳的颜色 像是这个红色 还有这个橘色 因为是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他们的民族风味的 原来是这样 泰国的寺庙太漂亮了 来 我们拍个照吧 走 等我 泰国的寺庙建筑真的很漂亮 你说得没错 其实除了是这个泰国的建筑 是非常精致 华丽之外 其实像他们的舞蹈 还有他们的服装 也是华美灵动 绝美精致的 高导游 其实我跳舞也很好的 我每次都把我的舞蹈放在社交媒体里 是 烧熬 那等一下我们就看你的舞蹈有多厉害了 好 走 你骑马 嗨 嗨 嗨 娜语 你好 今天我带了我两位尊贵的贵宾 来体验一下泰国指尖上的艺术 把时间交给你 那我们今天会学什么舞 今天我们在泰国很流行舞蹈跳舞 在泰国很流行舞蹈跳舞 主要是我们在泰国舞蹈跳舞 例如舞蹈跳舞 舞蹈跳舞 那会不会很难 不 这不太难 我们在学习舞蹈跳舞 我们先去试衣服 好 泰国传统服装 华美精致 而多数的佩戴是黄金或金属类的饰品 整体看起来尊贵典雅 又不失飘逸灵动 你们真的很像王子和公主 老师 哪里老师 这个服装叫什么 上翻上面是 里面是 罩顶尖雅 上翻上面是 反过嘴要认许 下翻上面也是 反过嘴要许 亞 post 上面叫 前面就是 下翻上面 是 致 大家知道我们的男人和女人吗 画在左边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男孩 右边是女孩 这个是女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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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名字 名字 名字 这个是男人的名字 这个是男人和女人的名字 这个是女人的名字 对 是女人的名字 所以你们现在两个就是王后 还有婆王 那我的王子和公主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的话 让我们来开始跳舞吧 太国传统舞蹈文化历史悠久 而初期也受到印度文化深远的影响 圆圈舞是泰国最广泛的本土社交舞 也是男女交际时的集体舞蹈 圆圈舞舞姿端庄 舞步轻盈 手势优美 表演时舞者围成一圈 伴随着民俗音乐再歌再舞 我好喜欢刚才的服装和舞蹈 我也是 老师刚刚夸我跳得很好 我看我会放上网 有吗 我觉得这是夸我 不是你 你听错了 我觉得你们不要再吵了 两位尊贵的团友 其实你们两个都跳得很好 那其实这个圆圈舞呢 其实就是泰国人在重要的场合 或者是节庆 像是这个水灯节 还有婚宴上面 主要是欢乐的场合下 大家就会一起跳圆圈舞了 那高导游 那我们在你的婚礼的时候 跳给你吗 那我就将就一点了 你不要逃走 尊贵的团友们 我们今天《微笑之国》 尊贵之旅一日游已经结束了 两位 你们觉得满意吗 满意 真的满意吗 真的 今天的行程真的很丰富 像去了泰国一趟一样 很棒 真的很棒吗 真的 多亏了高导游 让我们享受了很多 尊贵的体验 你们满意就好了 我们之后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行程 让你可以在小红点探索大世界 看滚卡 再见 今天的鱼乳游 你最喜欢哪一项活动 当然是泰国美食和服装 我觉得服装亮晶晶的 像公主一样 你以为你是公主啊 我跟你讲几次了 都没有用方向催我 好吧 我最喜欢泰拳 为什么 因为我能防护自己 我也喜欢 做点心 虽然你赢了 我觉得我的还是最漂亮的 我还是赢了 好期待 下一个一日游 下一个一日游